三藩市市長反對設立紅燈區 重新加強警力重要性 近期有關三藩市mission區 cap街路段的非法賣人問題 引起了不少市民的關注和熱議 对于有提議认为该地区 可以考虑仿效荷蘭設立紅燈区一事 今日市長布里德就这个问题 和本台分享了他的看法 市長也提到 他理解有部分人士 可能覺得一定要成為性工作者 才可以生存 也不排除有人口販賣等犯罪活動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他認為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 三藩市仍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機會 可以提供給市民考慮 這個提議最初是由Mission區市參市 盧凱利所提出 他認為市內的賣人活動 無論如何都會存在 而如果想要更好地規範市內的性交易活動 從而保障性工作者安全的話 設立合法紅燈區是一個可行方向 目前這個想法仍然還是在提議的階段 而對於CAP街路段 夾18至22街附近 也就是賣人活動最頻繁的區域 當局暫時是通過設置路障的方式 來抑制賣人活動 除了紅燈區問題之外 對於市府最近提議撥款2700萬元 用於警察超時工資的新提案 市長提到自從2019年以來 三藩市一共流失了至少341名警察 如果想繼續維護社區和民眾的安全 警察要超時工作是無可避免 在過去的經濟學校 已經有近50年 而在我們最後的學校 有約10人 除此我們有退職 我們有人發生 有很多問題 市長表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市府和警察局已經就警員的薪酬福利 以及加強招聘等方面作出努力 但是目前三藩市距離足夠的警員人數 還有一段距離 對此市長希望市參市能夠盡快通過這個法案 同時市長也提到會鼓勵更多退休的警察 加入到社區巡邏當中 令到更多的街區都可以看到這些社區大使的身影 天下衛視記者黃靜採訪報導 把這家的總統 就是採訪報導 中國的今天 將其他人選擇 解決這個法案 十分勞 或許